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现场 刚才我们提了很多有关于我们的水泽问题 有关于我们环保酵素到底能够帮助多少 事实上环保酵素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在报酸杂志上已经提了很多 它有多元化的用途 它有在农作物的方面变成自然化 也就是说用这个环保液来施肥 能够改善土质 也能够减少我们化学肥料的这个部分 那也能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酵素 能够让我们的植物能够长得更健康 长得更好 那另外一个是畜牧 畜牧液刚刚我们科长也提到一个 畜牧废水的问题 也提到这个问题 如果用酵素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畜牧能够更自然 也能够让我们的动物能够更健康 我想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子的话 我想真的环保酵素可以帮助很多 当然刚刚讲到的 它如果说在排水系统部分 能够帮助的话 我想真的是为我们地球 解决了一大的问题 因为它能够净化水这些 真的是我们都希望说一个 这样的一个研究 而且实用上面如果真的有效的话 真的是帮我们大 但是我在想也要请教一下陈医院 你针对这些酵素用在农业上 您的看法是什么 刚刚施方议员有提到 因为他长期在农会 所以我想他是非常了解 现在农民其实慢慢的 大家发现就是如果使用冠型农法 一直不断的用这些化学肥料 进去土地里面的话 其实慢慢会造成土质的酸化 那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 就是如果长期来讲 对永续农业来说 它其实并没有办法 就是真正让我们的 这个农业有一些发展 所以这几年来 越来越多人会倾向 从这个冠型农法 慢慢改为所谓的友善耕种 那或者是走一个自然农耕的方式 甚至于有机农耕 那要从事这样子的一个 耕作的方式 其实改变我们的土壤 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大家都知道 像泰国的净土村里面 他们就是用了这些农废的东西 有一些果皮 或者是蔬菜叶子 或甚至是我们的麦杆 稻杆等等 然后将这些所谓的农业废弃物 透过好的菌 然后透过一个先进的 一个除以堆肥的技术 让这些农废转化成 除以堆肥 那这些堆肥出来呢 是非常好的这个有机质 那也可以帮助我们的 不管是蔬菜啊水果 能够长得更健康 不管是在抗虫性 或者是抗天灾的部分 他们因为非常的强壮 所以就是长得更好 那这几年呢 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他们也喜欢 喜欢来购买像这样子 用酵素的方式来种出来的一些蔬菜跟水果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消费端 或者是我们的生产端 大家都有相同的一个想法 就是为了让地球更干净 所以愿意用酵素来帮助我们的农业发展得更好 是 谢谢 我想如果真的这样的酵素 从农业我们看到的一些成果 能够来做一个再更进一步的去研究 跟能够去推算它一些数据的话 我相信未来如果真的这样的一个环保酵素 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很多 那请教一下黄远 您就整个对这个环保酵素 不管它是用在农业 用在畜牧 或者用在排水 这部分您有什么特别看法吗 那我想环保酵素用在刚刚我讲的 就是在农业的部分我想 现在也尽量少用这个化学的这个肥料 我想这个现在都在推五毒的这些食物 包括蔬菜水果 所以环保酵素这个概念来用在农业 我想非常好 那在畜牧业的方面 那我想至少它还是可以除臭 还可以分解一些到 不必要的一些垃圾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 是 那我在想农业的部分 我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是蛮有 没有什么争议 但是水质源的部分这个争议会比较大一点 请教科长 您知道在麒麟潭他们也放了 那你们去研究它到底水质有没有改变 那您各位报道是 它之前优氧化问题是还算蛮严重的 然后实际上并没有去做一个前后数据的一个研究 可是据说是好像有一定的一个改善的效果 不过因为麒麟潭它是属于比较封闭的一个水域 那可能 它流动没有什么流动 它可能也许说 適度比例的和浓度的一个效素投放也许对它的水质 看说是哪方面水质的改善 因为毕竟水质项目有很多种 所以这部分并没有研究 那所以它麒麟潭他们认为说有效才会衍生说到投放到一个大牌水体的部分 不过其实大牌水的河川部分它是属于很流动性的一个部分 它水量又很大 那其实环保销素它是需要一定时间去做分解的一个这样子才有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我们也觉得除了说刚刚所说的一些数据上还要去做一个探讨和研究之外 它其实我们也对它实际上的效果在这样子的一个流动性的阿牌水体的效果 有一定的就是还是会抱持一个问号 那我们觉得说它可能还是会对动植物和一些生态可能还是会造成影响 所以目前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说不要贸然进行这样子一个投放的一个 所以现在有反对团体说会不会造成我们的一个生态的浩劫 这个部分你们站在官方的立场怎么去看 我觉得是不会说到生态浩劫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这部分可能还是需要生态的专家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查和一个结论这样子 不过我们觉得说在PH3是这样子比较高浓度酸度的一个浓的一个原液里面去投入 可能一时再真的投下去那个部分我们也可能觉得也许会对当下那个水体有一定的影响 那可能一时它原来的动植物可能不能够去承受那样子的一个酸碱度 所以你们局长特别讲到说在还没有这个数据能够标准出来之前先不要排放对不对 先不要到吗 对 有这样讲吗 是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会担心 让每一个人都会担心说当然黄泰酵素大家都讲很好 到底它适不适应在这样的一个水环境里面 可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徐老师您的看法 这个生态浩劫有可能吗 我个人也觉得没有到浩劫这么严重 我觉得用浩劫好像太over 太严肃了 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科长其实我们学术单位也是抱持一个就是我们没有数据也不敢说论断任何的一个限值的状况 那包含如果我们当下去测 譬如说有测过荣氧或是测过PH 但其实测的数值只能代表当下我们检测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环境的现况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有需要一个前后数据的一个比对或是一个比较 希望可以改善整个大环境水环境 但其实酵素它不是倒下去就有用 其实倒下去就这样倒下去它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静置 譬如说像我们污水处理最常听到就是HRT 所以要说水粒停留时间 那我们但是其实河川它是一个流动性的 它的水粒停留时间其实非常短的 几乎是没有的 那酵素它到底有没有意义 我们不要为了倒而倒 我们应该要让这件事就像我刚刚前面讲 我们要让这件事情有意义 所以我们应该把做这件事情之前前面的一些科学调查 科学数据我们可能先得到一个初步的前面的数据 做一个前后测的一个概念比较的概念 我们才能论断说酵素这个东西它这个本质是好的 但是当它用在水资源水环境的时候 是不是适用 是不是真的有我们预期的效用 对这才是我们要观察的地方 是 我想其实我们我想都是出发点都是好的 都是为了环境更好 所以我就想那请教一下 陈颖您这个另外一派的人的说法您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在大家都还不 就是说在大家对于这个水资源 都还抱持着一个很冷漠的态度的那个时间点 其实酵素团这一群人都是一群最关心 谱理生态水植发展的一群一群伙伴 所以他们基于对于环境的一个爱护 所以他们开始去想要做一些酵素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研究 然后做一些推广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从他们的出发性来讲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再来就是说 确实这几年在酵素的运用上面 除了农用酵素之外呢 它在捷径就是刚刚科长提到的 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 酵素清洁剂来说 这部分确实也有很大的功效 就是像我自己啊 我现在在家里面 我也是用这个酵素清洁剂 那我的感受啦 我是觉得说它的用量不用很多 然后呢 它就可以把东西洗得蛮干净的这样子 所以我也在想就是说 如果我们家户 能够慢慢的把我们的这个习惯 就是做一些调整 改成使用这个环效的清洁剂 那来取代这个化学的清洁剂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环境来讲 一定还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琵琶大牌 因为清洁剂在那边 投放了这个酵素的事情 而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至少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就是让大家整个把目光 都关注到我们的琵琶大牌的现况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可以 让我们整个环境证明呢 大家更有那个共识说 诶 到底我们的水资源是怎么样 我们怎么保护它 所以怎么说我觉得还是一件好事情 是 我想我们都赞成就是说 一个问题提出来之后 正反两面人都是爱护地球的 他们都是关心生态的 关心水质的部分 只是说怎么样能够真正发挥它的效果 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达到它的一个效益 我想这是最重要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 黄远 用您的看嘛 针对这部分您有没有特别的看法 那我刚刚所讲 环保酵素这个出发点真的是非常好 对生态 对环境也非常好 但是就是差在 投入到这个 琵琶大牌 还是说野稀还是流域的部分 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看是不是真的 请这个环保官方的部分 是不是适合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来检测一下 当然这个是要时间 所以说也是希望说 公所跟我们不理政的 相亲就是 其他的用途都非常好 就是差在流域的部分 是不是先暂缓 让公务部门来稍微引导说 他这个成分投放在流域的部分 是不是有适当 不会去影响到所有的生物这样 那我想我们应该是产观学都要合作啦 包括我们基大这边跟我们县政府 大家一起 都来关心我们普理政的这个 生态流域的环境 我想这个是当务之急 那最长远的还是要督促先政府 先把污水下水道做好 全部把它监制完成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样每条流域才会顾及到 这才是遗老有遗老 对 这才不是资本 对 是资标 是 科长 你有没有在官方的立场 有没有怎么样去呼吁我们的民众 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的水资源环境 水资源其实两方面就是一个就是还是要省水嘛 那另外就是水污染这个部分就像刚刚议员都有提到的 在家里的部分可能可以取代一些化学的东西 你可以去选用一些环保的所谓的清洁剂等等之类的环保的用品 那有一些环保标章的用品可以首先来选用 那所谓家户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就是从习惯来做起 那其实也是不要出去游玩重视观光之余也不要随手丢垃圾 其实看到垃圾 其实就是可以随手把它捡起来 这样子的习惯的一个来养成 是 那我们的环保问题其实在南头县因为没有焚化炉造成很大的伤害 对不对 其实我们现在很担心的就是说我们都没有焚化炉 我们的垃圾何去何从 当然用很多方法 政府也补助了很多让我们处理垃圾 但是它是效果总是一个短暂的 所以长远来讲对整个南头的一个环境污染的部分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课题 那现在请教一下学老师 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说我们既然大学到麒麟坛去做一个规划 就是去做一个监测 有没有办法证明说那个环保酵素有用 其实我们团队其实早期很多年以前有在麒麟坛有做过水质检验 对那那个时候的优氧化好像还没有那么严重 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 因为它比较是像刚刚说它是一个封闭性的水质 对那可能就是可能会不会有些有些营养源的 还富有营养源的水源导入了 然后又再像太阳日照照射 再造成它的有氧化情形 最近可能又有点起来了 所以也许未来可以再可能安排一个计划 可能公布我们我们现在再立一个计划 可能专门是for麒麟坛这个部分再去做一个监测这样子 给学校一个建议 希望能够做 事实上鲤毯的这个青青毯最重要的是旁边都种茶 化学肥料用太多 只要一下雨就往下流流 因为它是一个 青青毯是一个比较没有活动的一个毯 没有活水的毯 所以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现在想建议学校可以来做做看研究看看 是不是它静止的水的环保酵素 跟流动的环保酵素可以做比较 建议您 非常感谢今天四位贵宾谈了很多 博爱富士希望我们的环境更好 最后也要请我们四位贵宾做一个简短结论 首先陈远 好 我想这个水资源的捷径 对我们人类的健康 对生态的发展 还有对永续的农业产业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怎么样可以让水资源变得很干净 我想最重要就是清静在源头 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是 谢谢 感谢陈远 黄业也简短结论 好 谢谢 我想环保酵素这个出发点是非常好的 对环境各方面都非常好 那我想我要请大家一起 大家来做环保 是 谢谢我们谢谢黄业 科长也简短结论 各位强业大家好 那在环保酵素这个议题部分 我们后续会针对它的成分和水质项目 来进行一个分析 那之后我们会邀请专家 学者来进行咨询一个讨论 那希望说大家 在水环境的一个污染的部分 都能够尽一分心力 谢谢 谢谢 谢谢科长 徐老师也简短结论 其实不管学界或是像工部门 或是我们在地的一些议员 或是民间团体 我们大家一起来拧定一些什么策略 或是希望来做些什么事情 那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整个民众的配合 所以包含整个南投县13个乡镇市 其实都会有多多少都会有一样的差不多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希望大家 我们一起来发动这样的一个议题 或是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也希望各位民众来配合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源头减量 或者是一些用水 或者是垃圾处理的一些习惯 我们可能自己从自身去改善 其实这样的问题自然而然 它就会慢慢的削减掉或不见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配合 是 谢谢 感谢徐老师 今天非常感谢四位贵宾 针对我们水资源的部分 大家都非常关心 不管它正反两面的意见都有 但是出发点都是好的 出发点都是为了我们环境要更好 南投县在整个好山汗水的状况之下 希望它不要继续破坏下去 让它能够越来越好 那南投县因为议长和盛丰 非常关心我们南投县的环境问题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从你我一起来做起 我相信对我们环境一定更好 保护我们地球 我们人人有责 一起来好吗 谢谢您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OK 词 词 词